美國總統共和黨候選人川普 在短短兩個月內第二度遇刺震驚全美 美國聯邦和州都共同作出反應 週二 美國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 則令當地對事件展開刑事調查 而司法部則表示將不惜資源調查事件 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 週二簽署行政令 指示佛州執法部門 對前總統川普週日遭遇的暗殺未遂事件 展開刑事調查 美國司法部長梅里克·加蘭週二表示 司法部將不惜動用一切資源 對川普遭遇的暗殺未遂案展開調查 周一 美國總統拜登在費城發表演講時 稱讚特勤局成功地保護了川普 對嫌犯魯斯的州籍和聯邦調查正在同時進行 在週一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 佛州南管區的聯邦檢察官表示 已經對嫌犯魯斯提起刑事訴訟 據法院披露的細節顯示 魯斯帶著糧食和步槍 在佛州的川普國際高爾夫球場外 扎影將近12小時等待川普抵達 美國特勤局代理局長羅納德 周一下午對記者表示 川普的行程並未公開 目前尚不清楚 嫌犯為何知道川普會到場 目前嫌犯的作案動機仍在調查之中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赵鳳華 田園 總好報導 今晚報告